主料,米线200克,豆浆600毫升,骨量,猪肉米15克,辣椒粉4克,韭菜5克,豆芽5克,青辣椒2克,红辣椒2克,油,酱油,鸡精,准备时间,一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锅内烧开水,放入米线中火煮,时间偶尔用铲子翻一下,以免糊锅,煮好的米线用水冲洗掉, 烧发粘的物质,放入晾开水中浸泡一下,处理好的米线烙出来,备用,越锅左右,油温身高一点,放入辣椒粉大火翻炒,爆出香气,放入肉末之后,快速的用铲子边划开边翻炒,肉末变色之后,翻炒几下基本就熟了,炒好的杂酱放到碗里备用,锅内烧开水,放入洗好切好炖的韭菜烫熟,备用,锅内烧开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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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备用,锅内� 开水,放入洗好的豆芽烫熟,备用,锅内烧锅盒,侵制装备用,用破比机做出原味热豆浆,熬好的豆浆放箱里,开中火,倒入处理好的米线一起煮,把炒好的肉酱一起煮,同时加入烫火的韭菜和豆芽,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别处理好的,所以水再次沸腾就可以关火了,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酱油鸡精这些,专,可以 就可以美滋滋的享用了 烹饪技巧 豆浆事先煮好 所有的料也都单独处理过了 所以一起放到锅里 只需要快速烫一下就可以吃了 处理好的米线不能煮太久 否则归断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GN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